我是贾盈 每周三到周五 我们会在这儿给您带来权威的民意访谈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通过科普大讲堂今日头条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肿胀发热 腿脚关节如同针扎一般的疼痛 那种痛追心刺骨 痛不欲生 痛风对病人来说 犹如一场噩梦 目前痛风的发病率逐年升高 尤其喜欢盯上中青年的男性朋友 可是仍然有部分患者对痛风存在许多的错误认知 想要让痛风这种疾病更加容易治疗 我们首先要对痛风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 避开误区 那么哪些因素可能诱发痛风发作 痛风发作的时候 如何快速止痛 如何规范用药 痛风发作缓解之后 还需要继续治疗吗 今天我们请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综合医 风氏免疫科主任 主任医师陈小琪 为大家来做健康科普 陈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 曾经这样形容过 痛风的病人 他发作的时候 会感觉到好像是有一个恶魔 在撕咬他的脚趾 那陈主任这种描述 他夸张吗 痛风真的有这么疼 不夸张 我觉得这个描述非常的贴切 实际上痛风性观点 痛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一句话形容 就是痛起来真要命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痛呢 那么痛风的这个疼痛的一个原因 还是跟他这个炎症的一个程度有关系 他这个炎症 我们把它用炎症风暴来形容 你就可以形象的 想象成一个瀑布的一个效应 那么当那个水流很缓急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 清风细雨 就没什么 但是如果是一旦瀑布效应来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就挡也挡不住 所以他的疼痛来的时候 是非常的猛烈的 患者经常形容就是说 痛起来的话简直是像刀割一样的 恨不得要把这个手啊脚啊砍掉 然后呢 被子啊轻轻的接触啊 或者衣服啊轻轻的接触啊 或者风轻轻的一挨啊 就觉得痛起来不得了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的 那么他疼痛的一个原因方面来说的话 除了刚才用这种所谓的这种瀑布效应来解释以外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们体内他这种炎症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想要清除体内的这种致病性的这种 尿酸的一个成绩 而这种尿酸的一个成绩的话 体内会动用全部的力量 包括细胞啊细胞因子啊等等来消灭它 而这种消灭又是不完全的 而这种不完全的一个消灭的一个过程 又进一步的一个加重了这种炎症反应的一个过程 就使得他这个疼痛发起来 就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直到最重的一个程度 就像那个飓风来的一个一样的 这个时候就势不可挡了 那他其实通过正常的渠道可以代谢出去 那是什么样的渠道 而不是到聚集到关节上 正常的一个代谢方面来说 尿酸它是通过这个肾脏 主要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但是如果说体内的一个尿酸产生过多 或者是肾脏的排泄功能有问题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超过了他的代常能力了 他就会出现显著增高的一个情况 而这种过分的一个增高 他就会沉积在这个关节的一个周围 实际上在发生这种急性发作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尿酸的一个沉积 他其实也是提前发生了一个过程 一定没时间了 对 那我们发现通风算是一个常见的疾病 但是他似乎更加偏爱男性 这个男女比例是高达15比1 为什么这么偏爱男性朋友呢 这个可能跟我们体内的一个激素水平有关系 实际上在这个儿童时期的话 就是男性和女性尿酸水平都是处于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的 就是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到了青春期以后的话 随着这个刺激素 胸激素这样的一个激素水平的一个影响 就表现出这种男女方面的一个差异 而这个激素水平的话 它对于这种尿酸的这种影响 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反的一个效应 那么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尿酸 它主要是通过肾脏排泄的 而这个激素的话 它对那个肾脏这个尿酸的一个排泄 它有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而雄激素呢 相反 它有一个就是抑制它排泄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就使得这个 青春期以后的男性的话 他就会出现这种尿酸水平较高的一种状态 男性的这种 比如说这种饮酒 抽烟 还有这种高质饮食这一块来说 以及个人自我的这种体重管理这一块来说 可能没有女性那么讲究 所以这些的话 也确实是催生的这种高尿酸血症 和痛风性关节的一个发生的原因 那陈主任 其实有不少患者 他认为这个痛风是吃出来的毛病 那平时咱们只要好好地控制饮食 就可以控制住痛风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 他明明是老老实实的忌口了 但是痛风还会找上他呢 哦 是这样子的 就是高尿酸血症这一块来说 它确实就是跟饮食啊 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 但是就是说 你如果是长期的这种高尿酸血症 这种这样的一个情况 即使你后面的话 没有就是没有说是特别的暴饮暴食 因为他长期续剂的一个过程 他可能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后急勃发 这样的一个效应 他还是会导致这个痛风性关节的一个发作的 但是实际上来说 除了饮食方面的一个原因以外呢 包括有一些就是合并的一些疾病的一些情况啊 有些比如说肾功能不好啊 他也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的一个情况 还有有些药物啊 比如像抗结核的有一种药叫比清先安这个药物 他也会导致尿酸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升高 那么就是这种显著升高的一个高尿酸血症的话 他就是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可能会导致这个痛风的一个发生 当然他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跟这种遗传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关系的 另外我觉得痛风性关节炎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如果说你发来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 所以我觉得严防死守第一次是最重要的 那咱们怎么控制好呢 像是不是在平时是不是要多喝水 然后增加这个代谢 或者说是少吃一些诱发痛风发作的一些食物呢 是的 就是如果说是有这种血尿酸长期存在 升高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 这个时候你的饮食的话 就应该要严格的一个管理 那么多喝水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那么为什么喝水可以导致这个 这个对高尿酸有利 主要是就是你喝水以后 它可以就是生成更多的一个尿液 这个时候就是尿液 它主要是就可以顺便就带着很多的一个尿酸 促进它的一个排泄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说你尿酸 高尿酸血症存在的一个情况 单纯靠喝水 它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它只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途径 那么其他方面来说的话 你可能就是饮食上面这种高漂亮的饮食 你要注意就是少吃或者是不吃 再另外就是这种比药的时候 就是降尿酸药物的一个服用 比如说像菲布斯塔 别漂令唇 本秀马龙等等 这样的一些降尿酸的一个药物 那么要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 来进行服用 来达到一个维持尿酸水平正常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含有这种高尿酸的食物 还是叫做高漂亮的食物 主要有哪些呢 除了您刚才说的一些肉类 海鲜 好像是不是听说还有豆腐 豆类 对 是的 那个高漂亮食物的话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上网说会 比如说高漂亮 中漂亮 低漂亮 实际上的 但是我们一般的就是 谁也记不住这样的一个什么高漂亮 但是实际上通俗来说的话 就是海鲜类的和这个动物内障 漂亮是非常高的 然后像那个饮料里面 比如说酒类 饮酒 它这个是也是 特别是啤酒 白酒其实也是一样的 它也会 酒精它通过代谢的话 最后也会增加这个尿酸的一个一个生成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果糖饮料的这种 含果糖的这种饮料 它果糖的话 也是可以通过代谢生成这个尿酸 果糖就是水果的糖分吗 包括水果的糖分 现在也觉得这个也不太 也不是特别提倡 就是多吃水果这一块 如果说果糖色域比较多的话 它也可能会增加这个尿酸的一个生成 所以说这个饮食其实也是一个全方会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刚才提到那个豆制品 那么豆制品来说的话 就是有一些什么干豆类的 比如说像黄豆啊 黑豆啊 这些这些豆子 那么对于这个痛风的病人来说 也是要尽量就是不吃的 那么豆制品这块到底能不能吃呢 那么就是一般的认为觉得是可以 长一点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病人他就是很夸张 他就是沾一点点都不行 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不吃呗 那有很多患者想啊 这也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那我能吃什么呢 低票令的食物有哪些呢 这个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哈 就是乳制品啊 乳制品它是可以促进尿酸排泄的 是挺好的一个 就是对于这种高尿酸血量患的一个 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还有就是这个鸡蛋 鸡蛋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那咱们得了痛风 首先要到医院好好的检查一下啊 到医院咱们确诊痛风需要做哪些检查 来做进一步的确诊 哦是这样子 就是确诊是否有痛风这一块来说的话 就是呃就是我们要查一下尿酸的水平呢 有的时候还可以做关节B超的检查呀 或者是关节这种双能量CT的检查 来判断有没有痛风的这种结晶的一个存在 来证来证实哈是否是痛风的这个疾病 那么实际上就是除了这一块以外呢 那么痛风这个病它其实可以合并很多其他的一个情况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所以在这里面就有一个误区很多的患者 他可能代表的就是我就只查一个尿酸 其实这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痛风它经常合并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所以说高尿酸血症和这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合并现在称为叫心四高哈 那么这种心四高的话 它会导致什么呢 就动脉质量硬化的一个发生 增加这种比如说冠状动脉质量硬化呀 冠心病呀 心梗呀 还有就是中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有这种痛风的一个情况 那就其实也是给我们集体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的一个信号 你需要进行这些全方位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干预了 所以说你到医院来 以后呢我们检查除了查尿酸以外 还要查这些就是肝肾功能啊血脂啊血糖啊这些指标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尿酸管理的时候 我们在选择降尿酸药物的一个时候该怎么选择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结合肾脏B超的一个检查 看它是否有肾结石 以及它尿酸的这个偏域值 来看看它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降尿酸的药物 它是否需要用碱性尿液的药物 它是否适合用这种促进尿酸排泄的一个药物 所以说它还需要谈尿常规和这个肾脏的一个B超的一个检查 然后有的同事啊在体检当中发现啊自己 咦怎么尿酸偏高啊 但是平时呢通风又没有发作 就心想既然我没发作这尿酸高点 是不是没啥关系啊 嗯 这就是高尿酸血症的问题要不要干预的问题了 那么关于高尿酸血症的一个干预问题 其实也是分层次的哈 那么如果是轻度的高尿酸血症这一块来说 可能就是还是要进行饮食的一个干预的 再另外同时高尿酸血症 也要注意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合并症的情况 比如说高血压呀 高血脂呀 高血糖这一块 我觉得在这一块来说 体重的管理和这种饮食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调整 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尿酸水平特别的高 但是没有痛风发作 如果说高到多少呢 560微膜每升以上在那个情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即使是没有任何的合并症的情况 还是需要进行降尿酸治疗的 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尿酸的水平 在480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时候它没有痛风的一个发作 但是呢 如果说它有这种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也需要进行降尿酸的治疗 那么如果说在480以内 它又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只是一个单纯的高尿酸血症 那可以 那你可以不吃药 那就饮食控制来进行管理就可以了 那急性发作的时候 咱们一般是采取这个冷敷还是热敷啊 就是关于这个痛风发作的时候 到底该怎么敷的问题啊 这里面其实是有讲究的 热敷的话 它可能会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这个痛风的时候 它其实当时发作的话 局部血管就是扩张的一个状态 那么你如果是促进它血液循环啊 那可能会加重炎症的一个过程 不利于它的炎症的吸收 所以这个时候要采取冷敷的一个方式 那么冷敷呢 它可以导致局部的血管收缩 那就减少局部的一个渗出啊 对炎症的一个消退 有一定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 那么除了冷敷以外呢 那么发作的还是建议把那个脚抬高一点啊 那么抬高一点以后呢 它就是减少那个就是血液在局部的一个淤滞 那么促进血液就是向心脏回流 这样子的话也对炎症的消退有帮助 那有必要呢 去服用一些正通的药物吗 非常有必要 对于患者来说的话 就是也有几个错误的一个认识 第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就盲目的去吃一些 降尿酸的一个药物 这个时候其实完全于事无补的 这个时候去吃降尿酸的药的话 有有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呃 有点像这促进尿酸成绩 促进它发作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反而于事无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吃的药 是抗炎止痛的一个药物 其实说白来就是一个止痛的药物 什么呢 像什么福塔林啊 什么勒松啊 西洛宝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 还有这个分泌德啊 这样的一些止痛的一个药物 那么这个药物 它其实不是单纯的止痛 它有抗炎的一个作用 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吧 对 然后呢 关于这个痛风性的一个炎症 它是属于没有细菌感染的一个炎症 它是属于无菌性的一个炎症 这个时候用药 是不需要用抗生术的 那么用抗生术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误区 对 也是一个误区 另外像这种痛风 它如果合并了一些 像这种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高血脂 这个时候应当怎么用药呢 用药之间会不会有相互冲突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冲突 但是呢 就是在具体药物的选择呢 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倾向性 比如说 痛风的病人 它合并了一个糖尿病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糖尿病的 它的治疗要它来治疗的一个原则 还是根据它血糖升高的一个情况 来选择恰当的一些药物 那么有一些药物 比如说可能会对尿酸 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像二甲双瓜 就是 但是实际上这个 我觉得也不太绝对 就是说 如果是你是属于非常肥胖的 这样的一种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那么这个时候 即使你有血尿酸很高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那个二甲双瓜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应该还是合适的 那么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一个病人来说 那么降血压的药物 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个选择 那么首先选择的 还是选择就是 像这个血管紧张素 转化酶抑制剂 或者是血管紧张素 受体的一个解抗剂 这类的一个药物是首选的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利尿剂的话 那么对于这种痛风的病人来说 利尿剂 它可以导致尿酸的一个增高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一般来说是建议不要 不要选择使用的 那么还有一项什么贝塔素的组织剂 盖利质解抗剂等等 这样的一些药物 但是如果说是患者的一个病情 需要还是需要选择 这样的一个药物来说 那还是根据具体的病情选择 相应的一个降血压的一个药物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可能还是依照它的一个 原发性的这种高血压 或者是糖尿病 本身的一个病情 来选择用药更为合适 关于这个尿酸的影响 作为一个参考 另外还有就是高脂血症这一块来说 高脂血症的话 其实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是高甘乳酸脂血症 还有一个就是高胆固醇血症 这两种它的一个用药选择 也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甘乳酸脂身高的 这种高尿酸 高脂血症的话 它主要选择这种 像菲诺贝特这一类的 一个降脂的药物 像这种胆固醇身高的 这种主要选择是 塔丁的 像阿托法塔丁 什么瑞树法塔丁 这样塔丁的一个降脂的药物 那么这个时候 也是根据血脂身高的 一个情况来选择 这种降脂的药物的 对于通风患者来说 合理的运动是必不可少的 可是有的患者认为 这多运动 能降尿酸 我就加大运动量 这样是对的 这种通风患者 它如何去制定一个 合适的运动量 运动这一块来说的话 确实对我们身体 应该是有个整体的 身体数字的一个好转 这样的一个提升 但是运动的话 如果过量的话 肯定会带来一些坏处 那么对于通风来说的话 就是运动过量这一块 如果说导致局部的一个损伤 它会导致关节的 一个发作的一个过程的 另外就是运动 它会导致体液的丢失 就是这样的会使得 一个血液浓缩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于这种通风的病人 对于他这种心脑血管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的 所以说运动的一个量的话 不主张过度的一个 过度不主张过量 也不主张运动的一个方式 过于剧烈 再另外就是运动的这种 应该说它的一个限制条件 方面来说的话 就是也不要空腹运动 就是你还是要 食量的吃点东西 我再开始进行运动 好的 今天我们对通风 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通风不是中老年朋友的专利 如果年轻人生活毫无规律 常常通宵达旦 暴饮暴食 最终会成为通风的青睐对象 远离通风 其实就是要拥抱健康的生活 希望大家都能够行动起来 好 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 我们科普大讲堂 也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关注